大家好,我是叶子 每天用简单的食材分享好吃的家常菜做法 咱们今天用冬瓜和虾干来分享一道营养美味又补钙的下饭菜 首先准备一块冬瓜去掉表皮和中间的冬瓜仁 洗净后再把它切成大约5毫米厚的冬瓜片 冬瓜片不用切得太薄 以免在制作的时候出现过多的水分容易软烂 切好的冬瓜片先把它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适量的红虾干 虾干在超市里都可以买到 虾干比普通的虾皮体积要大很多 而且盖质也比较丰富 选虾干的时候我们可以闻到有一股清香的海水味道 而且要选择它个头比较完整表面干燥的虾干 这样不仅容易保存而且制作出来以后非常的鲜香 虾干无论是搭配炒菜还是做汤都非常的鲜香 盖制非常的丰富很受欢迎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小把洗净的韭菜 韭菜有增香开胃的效果 把韭菜直接切成长段先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几粒的大蒜直接把它切成蒜片 准备少许的生姜有增鲜去腥的效果 把生姜切成小姜片和蒜片放一起备用 接下来把锅烧热后加入少许的油不需要太多 油热后把锅的四周略微润一下 这样在炒至冬瓜的时候不容易粘锅 接下来把冬瓜片倒入锅中用大火开始煸炒 在炒至冬瓜的时候可以用边炒边煎的方式 这样可以让它不会出现过多的水分而且吃起来更加的鲜香 把它先在锅中大约炒至一分钟边缘略有一些圆润的状态 这个时候再加入少许的盐增加底味 接下来把冬瓜炒至到表面柔软四周略微有一些焦黄的状态 这个时候的冬瓜大约在七成熟的状态 先把它盛出来备用 接下来在锅中加入少许的油不需要太多 油热后先把大蒜生姜倒入锅中煸炒增香 炒香后再把准备好的虾干倒入锅中进行煸炒 这样可以让虾干的营养和鲜香的味道完全激发出来 把它在锅中炒至到可以闻到浓郁的香味 然后再把炒至锅的冬瓜片倒入锅中一同煸炒 先用大火快速地把食材翻炒均匀开始调味 加入一勺的生抽增加鲜香的味道 再加入少许的老抽略微上色 加入少许的鸡精提鲜 然后快速地把食材翻炒均匀炒至入味 把冬瓜炒至到均匀上色的状态 这个时候我们在里面加入少许的清水不需要太多 略微煮至可以让虾干鲜香的味道融入到冬瓜中 这样可以让冬瓜吃起来非常的鲜香入味 把它在锅中大约烧至半分钟左右 然后再把准备好的韭菜段倒入锅中煸炒增香 韭菜炒至的时间不用太长 以免失去了鲜香的口感 它炒至到略微柔软激发出香味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这样一道非常营养又补盖的虾干炒冬瓜我们就做好了 它的口感鲜香而且非常的入味下饭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收藏在家试试这种做法 我是叶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然后我们下期见